请中队经历冲进SPA会馆 在门外待命看准时机准备破门攻坚 没想到这时门打开了 女子走出来一点错愕 警方迅速冲进房间 当场查获一名49岁孙姓女子 正以每次新台币2500元的代价 为一名48岁林姓男子提供半套性交易 事发就在台中北区中庆路上的一家SPA会馆 多次遭到民众检举涉嫌经营色情业务 原警当场将会馆40岁宏姓负责人 及其他相关人员共9人带回镇办 讯后将宏姓负责人依妨害风化罪嫌 移送台中地检署 另外林姓男顾客以及孙姓小姐 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请裁处